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期的日常公园 我是艾文 我是金花 我是蛋挞 今天我们节目迎来了三个重量级的嘉宾 我们的好朋友 来自于黑市公园的李叔 大家好 我是你历史 小伙子老师 大家好 我是小伙子 吴之导 大家好 我是吴舒一 非常尴尬的 又来一遍 反过来依然尴尬 本来以为反过来就不尴尬 依然尴尬 公园 但咱们这个就很有缘分 都是公园 你们和这公园的名字 就是因为那首歌起的吗 当时想了好多名 然后也没想出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定风格 也没定想聊什么 然后就干脆 找一个相对于娱乐性一点 中性的一个词 来替这 万一电影没得聊 还能聊点别的 这挺好 不禁锢住自己 公园里什么都会出现 我们真是这么想 你们也这么想的 我们当时也是想不想了好久 怎么都想不出来 都快急死了 后来看有一电台就黑水公园 这个不错 顺顺乎扯 太假了 我们之前说过 有天我们在日常公园里吃饭 说今天名字想不出来 谁都别回家 然后让我们就往外走 后来说日常公园 这名字其实就还行 那挺好 那天吃饭地儿 没在东丹公园 要被禁了 东丹西公 一直以为 那个黑水公园 你们应该都是异形 那个异形的那个就是黑水 当时没想到 当时没想到 当然后来到我们做异形的时候 好多人在说这个事 我们可能就像黑水一样 到处蔓延 再让大家变成一个像那什么状的东西 异形大战体育战 你知道吗 不过这个还挺逗的 你们是白天说 日常公园 我们夜里说 你永远不懂我上杯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看日是火 也没有水 对 真的很有意思 日是白天 我们是黑 他们谈是两个火 我们是水 真是食物交融了 明明之中四五天一 真的 就是说 我不知道有多少日常公园的听众 之前没有听过黑者公园 跟这儿隆重推荐一下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节目 虽然当了面 但贝蒂我也这么说 我觉得他们的节目 给我的感觉 如果去做一个比较的话 因为我自己觉得 日常的节目本身 应该说是干货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媒体节目之前也会做一些准备 会想通过节目 说点什么东西出来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另外一档 这个叫敌台 敌台 小伙伴老师 另外一档节目 就跟一种结婚 里边就是斗 以及他们几个主播 都是发小 亲密 亲密无间的那种气氛 对 听了之后 觉得身心特别愉快 黑水公园 尖禁以上两点 要干货 要干货 要气氛有气氛 听着就又舒服 又舒服 改名吧 跟公园结婚 真的是 夸他们两句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 给我急的 其实刚才李叔说 日谈公园很多听众 是不是有没有听过我吗 但其实我们黑水公园这边 听众我好多都是 以前咱们李叔跟小狗的粉丝 这我知道 因为之前也是跟他们 有粉丝权报交流过 我知道重叠的其实蛮多的 我也是通过我的粉丝 来介绍咱们的节目 我又补了很多 的确是 听完之后 每次听完之后 我都特有压力 我们下次节目怎么做 不用 这个是真的 包括你们请到了 好多我的偶像 真的 反正比后可以 互相交换嘉宾什么 对 我们没有嘉宾主要 都是中卫的朋友 不是你们当嘉宾就行了 可以 像定薇老师 高崎老师 真的都非常喜欢 那弹塔换高崎换吗 马上答应 把CS都可以饶出来 甲维斯打包都给 能配送 配送 就像NBA那个大交易 是吧 高崎换一堆 换一堆 然后换了之后 马上裁掉 这个人就是为了 凑那个交易金额 我们的工作帮也到了 好了 对 互捧时间结束 来我们接着聊粉丝 来 那刚才就聊到了这个 1997年的重要的作品 马艾富 对 上期的最后一个作品 然后马艾富这个导演呢 是两位 黄建新跟杨亚洲 然后下面有这个电影 就是杨亚洲老师 独挑大梁 Macer 陶子乐 改编自刘恒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影视作家 对 他其实本身是传统作家 但他因为太多的作品 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 包括他跟第五代 有很多合作是直接写剧本 对 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作家 和专业编剧了 很多就 他就不想直接写剧本了 他被改编成 这个电影的作品 比如说 《菊道》 比如说《本命年》 比如说《秋吉打官司》 全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 还不算他直接写剧本那些 那他这个《没事偷之乐》 大家应该都知道 来自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对 这个小说改的 然后这个电影本身是用天津化 来表演的 他其实改变了一个发生场景 对 本身这个是发生在北京的故事 北京的城 对 然后改到了天津 对 然后这个电影的剧情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熟 就是大家特别挤 没劲住 吴老师要不应该来讲讲 应该是这么讲 就是简单说起来 就是讲了一家人 就是在一个相当有限的 一个房间的空间当中生活 然后男主角叫张大明 然后他结婚了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形象 就是说实在没有地方住 就在他们家 在那个院当中 有一棵树的那个地方 重新的腾出了 就是就弄了个门 然后因为实在 那个树是不能去处理的 就在那个床锯开 挖了个洞 然后把那个树给缝在里面 人家就说好啊 大明天家里有棵树 屋里边有一棵树 整个故事其实围绕着 这家人他们兄弟姐妹 可能六个人 二名三名四名五名 还有一个老太太 整个的故事核心 其实是在讲说 在这样的一个 相对来说不太富裕 然后也不太宽敞的 一个环境当中 他们怎么 如何苦中作乐 如何逃离 包括如何相处 我觉得就这么简单 还有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 有矛盾 也有体量 也有亲情 他作为大哥 怎么样 就是既先解决自己 这些没地儿住的问题 然后问一个一个 解决自己的 这些弟弟妹妹的问题 因为说具体的剧情很琐碎 比如说他妈 后来就得了那个老年痴呆 然后就越来越糊涂 然后那个 包括他弟弟要考出去 说我想离开这个家 对 他妹妹生活不是很幸福 两个妹妹有各有各的问题 有一个家庭暴力 然后包括他弟弟有段时间 和他在一个屋就挂个帘 两对夫妻 这样的生活 对 各自战斗 讲的都是这些生活中很细碎的 这些小事 还有邻居 对 骨三 骨三 那段太经典了 现在我觉得大家其实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桥段 包括一个特点 就是张大明他妈妈 对吧 爱吃冰 嘎嘣嘎嘣 没事就一生气了 就是让大明跟我拿块冰 然后现在我们很多朋友 其实这在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 我们比如说去外边吃饭 点杯饮料 最后留点冰的话 谁要把那冰嚼了 大家说张大明他妈 对 对 我说个个人记点 就是首先我先看的小说 小说当中呢 有他从开场就在讲这个人 因为他小说叫平嘴张大明嘛 所以这个人一开始的设定 就是他跟他那个当时的女朋友嘛 讲说 云放 云放 你说我加班呢 我就要可以多加一毛多钱 然后那我得吃馄饨 这个馄饨给多少钱 那这个馄饨呢 哪家比较大 哪家比较小 就说明这个人过日子特别细致 惊喜 特别惊喜 然后到后边有一段 就是他决定可能要结婚 包括要买个电视 然后他们家 其实爆发了一点矛盾 就是说冰箱放哪 床放哪 电视放哪 就整个屋子就这么大 然后张大明就说了一段逛口 特别长一段 说你看我怎么量的 我这个是多少多少公分 那个多少多少 做你看 床和床之间 或者到门那个地方是多少 正好50公分 冰箱也是50公分 我看那个地方 其实我就立刻眼泪下来了 就小说 纯小说的时候 你能感觉这个多么不容易 虽然它是一个喜剧的效果 还有电影那一段 其实也特别好 非常真实的表现 就是说那你怎么办 你就得这么多人 活在一个地方 那么挤 可是还得活下去 然后当他一个喜剧的点 是说最后 他弄了一个什么砧板吧 就把电视挂在天上 大家得扬着脖子 看电视 就特别喜感 又特别心酸 这个戏我觉得之所以成为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冯孔的一个电影作品 一个是因为这个戏 本身也得了很多奖 一个是他整个的 平衡性比较好 他应该是冯孔演的戏里边 一个是他本身的电影语言 一个是里边 所有演员的表演 包括他和他弟弟妹妹 就演得都很好 包括他里边 所有的台词的设计 和那些梗子设计 再加上天津话 本身的这种天然的 这种方言加成 对 就好像好多话 你用普通话说 就这么一事 那天津话一说 就太逗了 外面上他又是贫嘴的大名 我现在里边 就是没事就被里边的 就各种灌口 比如说云芳 被一个眼镜 蔡国庆演的 云芳被蔡国庆给甩了 然后就裹着背后面子 跟上哭 不吃饭 然后家里人说 不行啊 不吃饭 这不行啊 找张大名过去劝劝你 原来是他的邻居 邻居 但是他暗恋的一个对象 女神 然后他就去劝 你上去去劝劝他 他听你的 然后等我上去了 就说 哎呦 你就盖着这 这背负面子 你说你这个变戏法的吧 你又变不出大鱼杠 你说你是技工吧 你身上又没那么脏 你说你是走萝卜 你手上又没有呛 特别贫 特别贫 然后呢 后来就 怎么办 对 怎么让他把这背负面子掀下来 然后能出来吃饭呢 然后就拿碗面条 在一番边上 跟着吃面条 马面条 嘎嘣嚼嚼 然后就说 你说这云放 这个范里最豪的就是这面 面的最豪的就是这蒜 这蒜最豪 也没有你好看 云放你就算了吧 对 但是我把这一盘背着背着背着手 特喜欢 特别好 特别好 而且把冯拱的那个表情 再加上表演在一起 特别活 本身就是天津人 天津人 这真是纯本色出演了 演得特别好 当初好像是他强烈要求 把这改到天津的 对 因为他想用家乡话来表演 因为我觉得 可能更自如 对 一个是更自如 一个是可能当时在北京 那个年代 他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在北京这个状态 已经不多见了 对 因为我特小的时候 确实遇到过林玉家里边 有树的情况 这个是真的 但是在实际上 我们家是以前房顶上 掌握过一棵树 没给你压下来 不是你们家是德鲁伊吗 太猛了 德鲁伊 就是我们家房顶上掌握了一臭春 我记着我爸 你妈还是我爸 那个砍的吗 对对对 基本那会儿都是臭春术 对对对 那个就是这个事 在原先在北京很常见 但后来 已经四个月二里边了 对对 后来好了 就后来这个 就那几年 可能真是 就是北京发展的会更快一点 对 就非常少见了 对 所以天津那会儿 还是比较常见 一个是屋里有树 这个事 一个就是一大家的人 挤在一个小屋里 刚是一大家人挤在屋里 因为我们家有朋友或者亲亲 就是祖上认识的 还在天津 还是虽然他们是楼房了 但依然是一大家子 要挤在一个很小的居住空间里 现在在北京不常见 所以我觉得他搬到天津之后 更有时代感 因为我记得比较清楚的 就是他们家要盖房 跟邻居打架 所以说这他妈腰急吃挤 这个事 这有人会学吗 48吧 就是因为盖房打架这个事 其实也特别常见 太爱常见 因为我们家就也打过 但是说跟那会儿已经不一样 像我们家现在 大概也都得快十年前翻修什么的 就是打架 那真的说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的 还是原拆原盖的情况 我们没有去占地 但就是这种情况 你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变得更优越 但是拼嘴上暗民里边 他去扩建 是只是要保持 他的一个最低生活水平 其实这个是 就是北京现在太罕见了 因为有一些地方特色 因为在北京原来的冬天 大家都是大白菜 蜂蜂煤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在每人在家门口 会搭那么一小煤棚 放蜂蜂煤 然后再搭一个棚子里边 放大白菜 外边是十棉瓦一搭 那时候冬天就是为了 就只有大白菜 为了什么呀 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 就下雪的时候 也都给弄湿了 是这么个目的 结果后来有那人 就说有那鸡贼人 他就把自己家门口 多搭出来那么一小屋 然后他就当作 比如说那小厨房什么的 但是你搭了 那别人也得搭 人家说凭什么你搭多 那我也搭 就是公共互天 你搭我也搭 然后你多搭出一米 我多搭一米二 我比你多一点 然后大家就 你就占我们家地儿了 然后邻居 就是街坊之间就有矛盾 对 然后反正来 经常很多时候 大家都说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 但因为这点事 打得很厉害 闹崩了的邻居 不计其数 对对 谁都不理谁 都上那个什么 谁在说是吧 那是 哪一摸镜 你说到最后 其实就是那么 几十厘米的事 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那几寸 就看笑 那个一点钟的阳光 过得来过不来 过不来就得找对门 对对对 你挡我们家光了 对对对 你叫我们家地儿了 这都不是违章见诸 说起来罢了 说起来还是很心酸的 因为其实每个人 都是在追求 自己真的最低的生活水平 对 而且是一代人 在过去孩子长大 慢慢的 你这肯定是不够了 那有暂时解决不了 怎么办 对对对对 追求很低 这很低的生活水平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 就是评队张爱民 就丰公演的这个角色 他的这种幽默 实际上 我觉得带有很强的 这种心酸 如果说 但是就是这种幽默 才把这个心酸推起来 如果说他就是特别苦 又苦大仇深不行了 天天跟家哭 你感觉不出 这个戏剧张力来 他在这种生活条件下 还不停的找开心 因为他是一个活人 他必须要让自己 每天高兴的活 跟别人斗 他们努力让每个人开心 对 他的这种 就是贫嘴的方式 包括他跟别人斗的方式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自己在给自己鼓劲 我得活下去 他得活下去 他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我得让我的妈回 我得让我弟弟妹妹 能够活下去 他只能这样 他不能整天 对着他那些 他妈那么大岁 冲着他哭 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你冲着你弟弟妹妹哭 弟弟妹妹都比你小 全家都指着你 他爸还死得早 你都不能倒下 你只能这样给自己加油 顶梁柱 所以他得 真的一说这个 这个就特心酸 他的幽默是一种心酸的幽默 而且他只能靠贫嘴 他没有别的 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他只能靠贫嘴 他的贫是一种 本能的保护 是一种 无产阶级的这种智慧 之前有人说过 就是说一个伟大的人 不是为了理想 而崇高了死去 而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而卑贱的活着 就是张大明这种 对这句话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非常非常卑微的活着 但是在过程当中 他一直在给人斗 什么事 他都能把它化剪成一个段子 可以这么说 对 而且冯拱他演这个戏 当然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观众的理解 为什么他能演这么好 在于他自己的这种生活经历 跟这个系统人物 有很多的暗和的地方 对 因为他这个曾祖父 大家都说了 这个冯国章 当年的这个中央民国的这个代总统 然后他的祖父呢 叫冯家裕 本身是一个大企业家 也留学德国什么之类 开了很多天津最早的一些企业 然后他爸就是在建国之后 也当过那个天津的防滚局的那种干部 然后后来就文革嘛 然后就下放 然后把他们家从以前的那个 就是冯国章的故居 直接搬到了一个四合院的一个小破房 12平米8个人住 这不就正当于他们家吗 对 就一模一样 对 他小时候 他小时候比当大明过的还惨 对 就家里就属于 就他妈一个人挣钱 养一堆孩子 还得供他爸老改 还得给他给他爸寄钱 还得给他养一堆什么生病的亲戚 还有一些儿女也去外边 去什么上山下乡了 对 过得非常惨 从小时候他什么捡白菜啊 什么捡梅糊啊 都是真实生活 真的是苦过来 对 真实苦过来 他演那五也好 演张大明也好 这他妈就是他自己 那五那个太像的自己 对 就是落魄了嘛 有什么 落了牌了 我补个点 就是说冯龚 其实按照现在他地位 他其实应该是在那个 11点半那个时候 也演出的 但他这几年经常都是在 可能就是第二个 很早 第三个语言类节目 就是为了能够赶回天津 就像是陪他妈 陪他妈过年 回家过年 对对对 连演了32年的春晚 对 没有在家过过年 伟大的老人民艺术家 对对 对 而且就是他在演这个戏里边 本身台词里 可以推敲的地方 我忘了之前是看一个什么节目了 就专门他讲他一段戏 然后这次我重温的时候 专门把这段戏看了一遍 这词是真的吗好 就是他当时要结婚 他要征求自己的弟妹 还有他妈的意见 先问他妈 你表个态 他妈说你这结婚就结呗 是吧 他说你看 还是咱骂这个有文化 然后接下来 可以问自己的弟妹妹 先问二民 二民跟他的 就是岁数比较相近 而且皮特别大 他还比较客气 二民 我要结婚 你反对吗 二民翻了一白眼 说你结婚我反对什么 然后就出去了 然后问这三民 三民是一个那种 什么就是挺浑的一个人 二溜子 二溜子 他说三民 你不反对我结婚 三民就说 我跟上一个女朋友 要是没吹 我赶紧讨略了 我跟上上个没吹 我也赶紧讨略了 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 然后问四民 四民本身是一个 特别乖的女孩 他就啥也不用说 就说了一句 四民 四民说 你结婚我当然支持了 就过去了 五民是他们家的一个 这种最小的弟弟 但是小弟弟 从小就表现出这种傲气 他就是想通过考试 脱离一个家庭 他其实是有那种反抗意识的 他虽然家里虽然最小 但是他的这种地位 其实并不是特别低 其实我觉得 张大明是有一点点 内心畏惧他的 所以他最后用了一种 看似是压制 但实际上有点 防卫意识的一种方法 就是五民 你反对我结婚 就是跟每个人玩的不一样 我先把你的话说出来 我先把你说出来 让你堵住你的嘴 特别小心翼翼 你想想 你中国人多累 对 等于说 跟这五个人问同一件事 用了五种方法 结果最后爆发 还真是被他最小弟弟的爆发了 对 我不反对你结婚 但是我就问你 我住哪 我就问你 我住哪 然后他就开始 他就说 我这个问题早就想好了 我们解决 他很多的这种细节 安排的特别到位 以至于我觉得这个屁 他好处在于说 如果你看的没那么细 他也是一部很热闹 很搞笑 下床带泪的一个剧 但是如果你仔细折磨的话 可以折磨对手特别多 表演细节什么 他这种 就我觉得文学剧本上边的成功 这个算 因为你要写剧本 一定会有潜台词 因为其实中国好多戏 是没有潜台词的 就说什么是什么 就是打白话说给你 刚才你像你分析的 整个这场戏 每一句话后边 是有潜台词的 这个潜台词 是我对你畏惧 还是我能够控制你 还是你可能会反对我 它是有一个潜台词 把人物性格能做起来的 这是这部戏 真的说很好看的原因 在这个 他把这个人物的语 因为他叫贫嘴张大明 他主要是语言戏 他把这个语言做的 就非常的淋漓尽致了 而且很生活化 他没有这种 就是说那种大段的灌口 实际上是跟家里人说 他没有堆着镜头自己 这种跟舞台剧表演似的这种 他没有 他基本上就非常生活化 而且这个改编本来就是说 小说经常可以非常便利的 把这个人物的心态活动解释出来 但电影其实不可能 对对对 它很难 它必须要用台词的丰富性 所以他的这种潜台词和他 我觉得冯巩的本身的演绎 非常到位 对就是层次感 其实层次感 非常接地 其实正是因为 我觉得正是因为 他在那么小的地方 就是在那么小的这个环境里 真的生存过 他能体会到这个人物的心 这个是很难得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去看他们表演什么的 他可能我觉得有些模式化 或者是 对 他没法直击心灵 因为他真的在这种环境里生存过 他那种直击心灵的感觉是 能够更到位 有一场戏我印象特深刻 就是他跟三明 吃妖子 两家人 对 因为声势太大 然后就那种要说 又不能明说 又不能说 我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必须有车戏 必须有车戏 要不然不真实 这点要详细说一下 其实是因为三明 他自己跟他的女朋友 然后他们俩这晚上 大家肯定得 年轻 对 干点什么 电影的处理 是始终发出笑声 他不能说太明了 可能很开心 然后因为他的女朋友 就比较狂野 对 声音比较大 然后等于 因为一家人都在这住 这感觉就不太好 但是这玩意儿 你也不能明目张胆的说人家 对 所以就 他朋友还被找了一个 单独的吧 单独叫出来 咱们就当时别人说 当时别人说 你多没面子 是不是 我们就把这事 我们来解释解释 沟通沟通 看我们怎么解决这问题 是吧 然后这个非常巧妙的一段戏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喜欢 是因为 每个人 我相信就是 如果你经历过里边的某一个戏节 你都能找到自己生活里 那种尴尬 似曾相识的那种片段 对 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有怠入感 哎呀 这生活它就是这样 我老师说 那尴尬特别到位 特别特别到位 因为我前两天 跟一个编剧朋友聊天 说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他可能比较年轻 他就谈到了 就是他想写的东西 会去写尴尬 但是他的老师会认为 写尴尬的一些戏 会对于整个剧情 就是一些很莫名的尴尬 就认为对剧情没有承接 或者说对剧情没有延续 就没有意义 就是废戏 或者说你最后 他们现在更追求的是反转 就卡一反转 你不觉得 哎呦 你怎么没想到 对吧 因为那个编剧是个女孩 她北漂算是 她跟我讲的 她一直想写一场戏里边 是炒方面面 我听了之后特感动 因为你知道 就是一个女孩 自己生活在北京 她没法做好几个菜吃 但是她又想做饭 做个好吃的的时候 她不想泡面 她只能选择炒方面面 其实就这一个情节 这个本他没写出来 但是这一个情节 真正有生活的人 就能够直击心灵 因为后来这个事 跟一些其他的女孩谈过 他们都一下就感觉到了 我们都有过这种想法 稍微改善自己的生活 那种幻觉 但是我又很孤独 我是一个人 我很孤独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初解天天下馆的 我也没有男朋友 我也没有必要做一桌子菜 这个时候想改善的时候 你只有选择炒方面面 这个梗就用的很尴尬 但我又不能妥协 对 但你发现这个很尴尬 炒方面这个行为很尴尬 但是就特别让人感动 就张大明里边 用了好多这种梗 包括我记得有一场戏 因为我电视连续剧 我也看过 所以我有时候会几乎 连续剧是梁冠华 梁冠华也 他搬回北京了 对 那个我记不清 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但有一场就是 他们厂里边 让他们报特困户 好像是什么 就是报厂里最穷的人 能是反正给钱还是给什么 招了俩人来 然后正说这事 其中一个人避避击响了 对吧 然后那个应该我记得是风骨 然后就那个表情 就反正就是 很微妙 很微妙 就是你这还有什么可比我 你看我有BB机 对吧 但这些话都没说过来 就是这一个镜头 就能够表达出来 这应该是尴尬 这应该是深度跟广度的一个取舍 因为你讲做深度 那也就是意味着 你只能抓一部分人 跟我有共鸣的人 但是现在人可能更多追求的广度 我想让更多的人觉得我精彩 他就会在湿度上 就是在深度上 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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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在这个深度上有所欠证 这是肯定的 像比如说我 大家都说了 我这边就是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老年吃宅的问题 我们家就老年吃宅的老人 他会自己不自觉的就产生幻觉 最开始说我们拿他东西 完了会自己跑出去 甚至于有一次自己去坐车 去到了别的地儿 很危险 但是你说作为子女来讲 作为我们这些晚辈来讲 你说给他锁家里吗 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的 给他锁家里 虽然吃喝都有 也有人照顾他 就是在家里有人的情况下 他还会走 但是后来繁琐了以后 他发现门撞不开以后 他就开始拍门 就是都受不了 最后就把门打开 他自己会出去 就是每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先下班以后 先去找他 虽然他只在院儿附近 就活动 但是就这个 就电影里面也会有这种稿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久病重前无效则 就是这个你会发现 看了以后会发现他理解你 就是他理解我观众 对 他人物不是去刻板 刻板印象的 就像蛋挞说的 久病床前无效则 这听起来是个混蛋话 但世界就是人们运转 而且他那个处理也是 就是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他不是说他一上来 就那个样子 他一开始都没有任何问题 逐渐的慢慢的有点糊涂 然后越来越严重 然后其实会让你观众心里 看着很揪心的 但是你如果把自己 摄人主力摆在他 张大明那个位置上 你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去解决这个事 对 不是说脚 你说脚 你应该在你妈面前 一直就这么笑 他生了你 对吧 没有这个真实情况 包括说一家人 为什么不能相互扶持 没有 他那个生活上 他天天 他时间比你脚的长 你不着急 没面子 这买个录音机了 回放功能 回放功能 小时候里有句话 就是说他妈的医生说 这还算好的 晚期得吃屎 这句话 虽然他是一个故意 要做一个点 但你一听你就会觉得 他真的会这样 真的会这样 就是你会觉得很悲凉 那你应该怎么办 就是你作为一个子女 就我爸妈 他们同事 也有家里老人 得这种病的 最后就捆在椅子上 然后在别人来看 是不理解 他同时还劝他 说何必呢 老人那么大岁数了 还不让他活蹦活蹦 但是你要想到一个问题 你把它松开以后 它有可能会消失 因为他们的老人 也是会自己出去 甚至于会自己坐车 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 所以就这种 就点点第一 就很挠人 只要补一句 他妈是容默默演的 李明奇老师 演特别好 演特别好 他里边演员 我觉得表演都特别到位 他那二民 丁家丽老师 背着他山西的 美老板 李奇 李木勺老师 我叫李木勺 里边有段戏特别的精彩 就是说他们 生孩子 生不出孩子 生不出孩子 大才的往里抬 又转过来了 说单名拉着李木勺去看病 说检查检查 就不乐意 这一路 我没病 我身体好得很 反映出他那种 拒绝 害羞 而且让他去做化验经验 因为是起经史 然后他进去了 一会儿跑出来 就太难了 还是很尴尬 很尴尬 这个都是生活中的小细节 而且这个戏 它最后结束的时候 因为电视版跟电视版 就有一点区别 电视版相对来讲 比较台词 相对正能量一点 他耳边就问他 什么叫幸福 他说你就好好豁着吧 豁着豁着 你就能碰上好多幸福 你就没事 讨着乐吧 就结束了 扁了一下题 对 然后电视剧的那个版本 我刚才看了 有人在网上做了截图 就是他问他妈 说人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有时候觉得没意思 刚觉得没意思呢 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了 他说那爸 那这没意思怎么办呢 他说没意思也活着 别找死 有人呛逼你 你在死 没人呛逼你 你就活着 他整个一个电影 他其实来了后会说的 就是说 作为一个 你说是 咱也不说以民屁民 就是小市民吧 对 在贫困县 挣给他小市民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其实我觉得 咱体面都很难去争取 让自己稍微 就是活着像个人 那那个 没事偷着乐 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那这个 没事偷着乐之后呢 这个冯拱 他接下来 这是98年的电影 然后01年的时候 他又跟黄建新 应该是合作了 他们俩的最后一部 这个电影作品 就叫做 谁说我不在乎 这篇 一般没有黄建新 所有的大部分作品 都是六个字 不是 而且这个六个字 还不属于 他的那个大系列里边 大系列是六个字 带多号 六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 那是一个系列 对 就包括了这个 战直肉 别趴下 脸对脸 背靠背 红灯亭 绿灯行 和求求你 表扬我 是吧 这是四部戏 对 然后谁说我不在乎 这个戏 当时我有一个印象 就是他 那时候 这个2001年的时候 应该是拿到了中国的全国总票房的 应该是进了前十 就卖的特别好 而且里边还产生了很多 后来还被流传的段子 对 到现在还流传 还被流传 比如说 我拿一个猴皮筋 被弹弓 把你拿锅里 就封灯电影里边出的 我不知道当时你们对这个电影 印象深不深 我觉得我当时对这个电影 印象其实非常的深 因为就里边 有几个桥段 让我印象很深刻 首先就是说关于这个 因为这个故事 是因为结婚生丢了这个事 引发这段剧情 然后中间呢 就是跟他们家的孩子 因为孩子就怕这爸妈老吵架 因为这个事 他们就在吵架 然后呢他就孩子去做 办了假结婚证 然后给他们 然后说其实结婚证在这儿了 但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其实心里边会 观众会知道 因为你作为结婚证 明显就跟他们当时那不一样 主要是进度条出卖了大家 对 也为了大家揪心 从小当那个活不行 对 对你作假证 还可以说 你是不是那个导 那个什么贺岁片的 还都是我长得像的 对 还调侃了他 然后拿这个结婚证 回来以后 然后他们 对他妈妈妈一看 这假证 还敢做假证 然后俩人都开始狂吵架 其实那个时候 我当时 其实你那个时候 会有些同感了 就比如说 在一个 我不知道每个人 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在有的人小的时候 其实你能面对 父母之间的这种争吵 和之间 他们这些矛盾 至少在我小的时候 我是遇到过 就我见到过 我爸妈之间的 那种激烈的争吵 那那个时候 其实作为孩子来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害怕的 我特别能理解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假证 给他父母 他其实的目的特简单 就是你们不要吵架了 你不要每天在屋里边 打来打去 他很害怕 所以他就慌不择路 他就去干这种事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想 我小时候看见 我爸妈打架 就是你无能为力 你其实会尝试 各种方式让他们停下来 比如说你哭 然后你哭了以后 他们可能会来哄你 他们可能终止这一段 或者是他们吵起来 你夺门而出 你跑出去 他们可能会来追你 那可能你就会平息 这一段的家庭之间的 这种冲突 就是这段 其实是让我自己 特别有感触的 就这种过程 对 而且他这个戏本身 也是从小说改编的 这个小说本来的 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 你找他 汪汪大帝 吴松颖 这是比较特别 比较文艺的名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别名 叫 妈妈到了更前期 这个又特别的直白 马上就说葛灵什么 对 这个女主角 当年是不是好像 这个电影上完之后 还引起了一个社会话题 就是找找这个 结婚证在不在 对 我是觉得他这个故事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焦虑感 是来自于 就他里面反复在说 就是我们过这么多年 真的 怎么就变假的了 对 就是其实那张纸 他不是说 当事人觉得何为糊涂 说这张纸 我们就过不去 那问题是 你会觉得 你过去的生活 到底真实存在吗 对 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黄建新 你作为导演 或者他选的这个故事 往下推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故事 里面的逢宫 已经是一个 精神科的一个 大夫 主持大夫 还不错了 就生活已经没有问题了 对 可是你精神上的缺失 对 在这个问题上 你就一下把你的尴尬 又逼出来了 在里边 其实是 因为我记得是 刘振华说了那段话 就是他说 这个家说没就没了 说散就散了 然后一下 那李律平就紧张了 就对这个事 对 因为就是关于结婚证 这个事 因为我觉得黄建新的作品 都是背后有一层 那个 怎么讲 就是你可以看到 里边一层的 他有一些东西 是叫形式化出来 马同说底色悲凉 不是感情的底色悲凉 就是他有一些形式化 东西很巧妙 就比如说像战士别趴下 他那三个人物的分配 当官的知识分子 和这个臭流氓 就这里边其实也有 就像刚才 乌老说的似的 他那个证到底是什么 它代表着什么东西 它让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它是你过去的生活 而且你再去延展一下 我们的生活 不止这一个证 对 我们有那么多证 到底我们活着 因为正常 中国证是比较多的 对吧 因为最近 我在带孩子出国这件事 我花了好几千块钱 在做各种证的证明 证明这些证是真的 对 是这样 证明你孩子 真的是证明我孩子 是我孩子这件事 特别复杂 还花了好几千块钱 然后你突然会发现 我们一直活在这个社会里 我们很多事都是真的 孩子真是我孩子 媳妇真是我媳妇 要没这些证你都含糊了 对 你会发现我们会含糊了 有点 不能是超现实 但就是说 没有这个证的时候 我媳妇还是我媳妇 到底是生活是真的 还是证是真的 对 它的证你可以那么多证 你先从一个结婚证 可以引申出更多的证 从更多的证可以引申出 一个更高的含义 就是这些形式 到底是不是真的 她是我的妻子 我们到底还相爱不相爱 对 因为冯广一直在说不重要 对 他作为一个男性来说 但是这个故事本身 李立平就是一个施压的一方 对 但是这些时候 好像什么都是假的了 我只能靠这张纸来证明 这个就是现在怎么讲 就是表现这些知识分子 或者说这些中产阶级 我觉得他精神科医生 也算中产阶级了 他们的一种茫然 他们的生活全部都变成假的了 最后一切信念 都集中在了一个证上 房产证 结婚证 学历证 全部都集中在这个上面了 没有这个东西 我就不能证明 我不能证明 我就对我自己开始焦虑 对 比如我租一辈的房 好像跟人家买了一个房 其实我活一辈的是没区别的 因为国外很多 就是这种租房 租一辈的 无所谓 当然中国租一辈的 有点麻烦 但现在好像 有些地方能给这种条件 但就是说 你会考虑 我租了一辈的房 我死了 那这房子 我也是这么过了一辈子 但是我有一个房产证 过了一辈子 就好像不一样 但你会发现生活 他的生活是一样的 就有没有 什么叫做拥有呢 对 而且这个最尴尬的一点 是在于说 冯拱他本人 他对他们 他和他妻子之间的这段婚姻 是完全确认的 毫无疑问的 但是 就是他最亲密的人 就因为抓着这个证的问题 他不确认 弄得他自己非常的尴尬 那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事 其实是我们两个 就是咱俩之间的事 我这么说 你都不认同 那你要非心理当证 那我都存在一又在哪 对 所以冯拱他当时有一个镜头 就是特别委屈 我不知道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就让人非常的尴尬 所以他整个这个戏 就是从这个结婚证上丢失 让他对婚姻这个本质的焦虑感 让他整个对生活的焦虑感 对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大爆发 就是他一直在讨论 真和假的问题 这个认证是不是真的 对 以及他后来想跟那个妻子怎么样 来缓和一下关系 今天晚上大家就运动运动 然后他也怕自己体力不支 然后买了点药 做了个B 买了点药 结果被他媳妇给提前发现了 然后就特别不屑的收了一句 说 有不你来真的 别来假的 说冯拱这时候 就是他对于这种真和假的 这个焦虑感就终于大爆发 然后爆发了一句就是缝拱似的 著名台词 我不是真的呀 我假的呀 是吧 腔腔很刀 有点短气这种感觉 是吧 我假的呀 这个梗我特喜欢 因为是开车 就是人物丰满 因为真的 人到中年 你总真的会担心 会有这个焦虑 我卖药的 我无所谓 我以前是卖药的 我长期补 但是你真的会发现 就是很少有片去讨论这个问题 去人性根源的问题 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是最强的 对吧 但你永远不能跟片里的那些人比 但是他把这个点给突出来了 他需要去吃药来去给自己撞打 这个中年人的尴尬 所以这个细节是个尴尬 但这个尴尬非常触及人心 因为他这个其实是个焦虑 对 他不见得真不行 对啊 他害怕 他是怕自己不行 他是怕 对 所以他拿这么东西 然后小心翼翼的 结果被人发现了 结果一旦被发现了 就完了 对 那就变成了 说你不行 行也不行 因为你自己做出这个行为以后 你证明自己 我是可能不行的 对 然后还被人抓住了 不服不行 不服不行 这点冯孔 这点冯孔 所以就表现他们那种 已经缺乏了自信了 他是从这个性的问题 去延伸到整个他 他对自己的 你可以说 如果没有这个婚姻 有一部分也是假的了 对吧 对啊 这个事没有的话 对吧 也是啊 对啊 而且是啊 而且里面点到这一点 其实好多观念的台词 比如就说 说这个没有 这结婚证 这个说离就离了 家说算了算了 这是 这牛正华那是精神病 那他不是一个正常人 你是一个大夫 然后你的老婆 不听你的 听一个你的病人的话 跟你产生这种矛盾 这个东西对自己是一巨大处理 对 就很像 工作上他也有那种 比如我们现在举一个 特别现实的例子 比如很多的 就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 可能比我们人更大一点 岁着的父母 他们很相信那些 比如说就你们这种卖药的 卖药 卖医疗器械的 然后呢 你作为一个 有知识 有学历 有生活经历的一个人 我作为你的儿女 我跟你说这事不是真的 他不信你 他信那个贴着胡子 他也在电视上 他信那些人 你自己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跟冯孔一样那种焦虑 那种无力 就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我举事实摆例子 说什么都不行 就是他说那一句话 这东西就是对身体好 能够长命百岁 你就信 这个东西让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你会发现 你的父母不信你 最不信的人就是你 对 而且他们眼里 你永远是一个孩子 你永远什么都不懂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可能媳妇也不信你 对吧 你说什么话 总得证明一下 所以就是产生了 因为他我觉得这个片 真的是中国的中年危机 中国人的这种中年危机 他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 就是用一个荒诞的 一个所谓不存在的 然后你要去证明它 你越证明这件事 你越觉得焦虑 对 也就是现在孩子还能信我 也是一种安全感 那是现在 所以你现在回头来看 就那个精神病的那个段子 就是说 那个人多么坚定 对吧 那个也是 这也是一种安全感 因为中年人 就是中年人 尤其到了中产的这拨人 他是建立在一种 对人性的就是束缚上 他走到今天 因为像那些年轻人 就是尤其像那种精神病人 他不用考虑一些东西 他不用考虑那些 他当然坚定 那么就像咱们做节目 有人骂你 是吧 说老杨 你这说的不对 怎么着 老蛋 你这说的不对 你说你信他不信他 你心里能好受吗 他不是做博客 但是他也骂你 你听着你也对不对 也不好受 就是这很正常 我认为是安全感 尤其像我身边有很多 就是买房的人 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 就是也是算是一个亲戚 买房完了 就是后来门房要问 我说那你租房跟买房差的什么 不就是那房产证吗 是 你其实按揭跟那个房租 你差不太多吗 因为你在家人首付摊平了 其实差不太多 但是他说我买了房 这房有了一张证 我就有安全感 我说那你这安全感 就来自于一张纸 他说对 因为这表示这个房是我的 然后他又问我 他说我最近手头很紧 因为要还按揭 说有没有什么好的理财 我就去跟他介绍了一些 我说像银行有好多那种理财 五万起步的 你就可以 他说我没有五万 他说我没有五万 手里没有五万钱钱 于是我也很疑惑 就是你有房了 虽然是按揭买的 但是你有房了 你这达成了你所谓的安全感 但是你手里连五万的 闲钱都没有 请问这是真安全吗 就是很多人会为这种东西 付出很多代价 包括咱们刚才说 这个电影里对吧 虽然说这个 就是假证不是他俩做的 但是呢 就是说你为了证明这个东西 你要付出一些代价 所以就有很多 我周边也有很多人 就是在讨论 就是结婚症重要 还是感情重要 我觉得更多 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吧 他更多是为别人而活 这可能也是这一代人 就是他们这一代人 我听领导的 我在学校听老师的 上班听领导的 然后怎么怎么着 他这一辈子很少去追求 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 他不信自己 他不信自己的话 他连家人肯定也都不相信了 他有一种盲从 不信自己得吃药 就跟埋伏一样 听到那个上几指似的 对 而知识分子焦急是在于说 他有一套自己的东西 你发现你和你的生活 开始发生那种摩擦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他以为他有 他以为他有 但到最后的时候发现 他那个什么都不是 你知道我发现什么 就是跟咱聊这么多 我发现他们就是 这一代人可能缺乏一种自信 对 我没有又怎么着 就没有了 对吧 他就是这一代人 他怕就是说 别人 别人眼中的他是什么 而不是在乎 我真正追求是什么 因为这样 就是很多 就是我们大部分 我可以说所有人 生活都建立于一种 就是所谓成功的经验的基础上 就是你做这一件事 你得到了成功的经验 你就会认为这个 就成为你一个准则了 这就是对的 很多人的准则 都来自于别人的认可 路径依赖 对 因为你做的事 你要给自己一个自证 你要证明说我是对的 但你这个自证从哪来 你标准从哪来 很多人是从别人的 评判的标准来 对 人家说你这是对的 那我这是对的 父母说是对的 老师说是对的 大家都认可你 你要得到一个 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一种成功 你需要得到 这方面的认可 但这种普世价值成功 往往不是基于 对自己的认可的基础上的 所以大家就会去 追逐这些东西 对 所以求求求你表扬我 对 就是有联系的 对 这个就是一个系列 这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对 而且从这个电影结束之后 相当于这个 冯拱跟黄建新 包括延亚洲这些 就是非常优秀导演的 这个合作 也就告一段落了 那之后 他的电影全都是自己 自编自导 自演的作品 对 正好借这个时间节点 我觉得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这个黄建新 跟冯拱之间的关系 对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是说冯拱 不是冯拱这个人 特牛逼 但说来说去 好像这些电影 是好电影 但跟他作为一个 男主角的关系 到底有多大 就好像你说 咱们黑水之前聊陈面斯 你说陈面斯 那些电影 到底属于陈面斯作品 还是那个导演的作品 这个其实是 有点模糊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 正好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黄建新 作为一个导演 包括杨雅舟 他这个导演 林医生偷之乐 对 他跟这个演员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贡献 在这个整个系列电影里边 包括梁冠 包括那个梁冠 牛正华 我他妈搞 我都喘 包括牛正华这个角色 因为那个 对 因为黄建新 有很多的作品 是没有逢狗 就是牛正华主演的 也非常的精彩 背靠背里那脸 所以说国外 有这种情况吗 就是很出色的电影 但是只记住演员了 会有 比如说很著名 印尼安纳琼斯系列 是吧 哈利斯福特 对吧 多么相信 那些英雄片都这样 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这么说 但这个话说起来有点怪 就是牛正华和冯孔 可以在某个时候 他们赶上了黄建新 最好的一个创作状态 他们两个 等于是他的muse 就是说你看到 这两个人的形象 你其实有时候 会自己生发出一些感受 对人物的一种感觉 就这两个人在一起 有什么戏 那其实这种 其实很像 冯孔刚跟葛优的合作 对 对吧 就有的时候 你说一起聊 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或者说 有时候没故事 就你 你纯粹想说 你这样一个人 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 你比如说 他们两个人 还有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作品 叫面堤和黄冠 是一个小品 看过 这个也是冯孔刚写的剧本 这两个人的对比 你在那一做 你都看出来 对吧 牛正华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个性 他是怎么样去对待生活 冯孔是怎么个性 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 谁占谁便宜 这种东西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相互成就 但是也一样 我觉得也赶上了 那个时候的 比如说 就是我们刚提的文学电影 就是小说的这种爆发 那个时候有很多作家 愿意用中短片 包括名作家 和一些不是很知名的作家 去技术这个时代 技术这个时代里面 他可能看到了某个奇怪的点 他就愿意把它写出来 这个点可能是一个很普遍的点 也可能是一个 就是一个创作出来的点 但这个东西呢 导演看到了 把它发扬光大 变成他自己去 技术他的时代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点来说呢 我觉得像 因为你现在去想这些电影 你的脑海当中 肯定先浮现的是 这些人物的脸 我就说委屈的表情 包括牛正华那种 就这种 去忽悠人家的表情 包括在很多时候 像这样的电影当中 导演自己 肯定是退在人物背后 去指挥他们 说自己想说的话 但人物自己的人设 带在上面 就一定比 这个人物没有特点要好 那这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对对对 对吧 你比如你很难想象 有些角色换一个演员 他也能演好 对 但你就不知道 他能是演到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位置和高度 就像我们现在也说 风宫 他是一个 真的一个很好的电影演员吗 我们有时候很难说 他这个可能是个 很窄的电影演员 但在那个深度上 包括代演这样的人物上 你比如说 你很难想象 风宫演一个杀手 或者演一个什么 大反派 演个冲锋炸蟹什么的 这个就跟张家义和演 他一路走在人物上 我觉得这是演员的分类 因为风宫就是这种 就是你给他 故乡 故乎类型化的演员 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像 那个谁 之前我们聊的 那个围城里方宫健 陈道明老师 那个真是演什么都行 那个是演什么都行 但是我觉得风宫 并不能说风宫 这类型的演员 就不是好演员 而且就是他跟 黄建新的关系 并不是说 我们聊的这些 是黄建新的电影 不是风宫的 或者也不是说 这些是风宫电影 不是黄建新的 就特别明显的 我觉得 他像国外的 蒂姆波顿和约翰尼德普 这两个人失去谁 他们俩都没法成功 这个也可能就像 说相里的 捧斗的关系 你必须得接住了 其实你像 郭老师 除了张文顺先生 和后来的于谦 我觉得他跟其他一些人的搭档 真的好像不太出彩 这个是一个配合 所以说 只是感到那个时候 黄建新风华正茂 然后风宫 就是正好是连年岁 到他的当时的那个塑造的 表现力 表现力 因为他现在我觉得在演那些 可能不太合适了 对吧 他现在也过了年纪了 年纪过了 而且他的业力 状态都不一样了 正好是天时地利 让这两个人 包括纽正华 应该是他们三个人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 是走到一起 就是创造了那个时代 一个比较 一个缩影 对 比较好的一些电影 因为刚才来的时候 艾文还说 说其实这些电影 你翻译成英文 拿到国外去 可能国外的那些 外国的文艺青年们 也觉得挺棒 就中国的踩火车 对吧 其实我们真有这种感觉 是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更多是相性 就是他俩相性很搭 所以才能造成 一加一大于二 这个感觉 对 而冯巩 因为他是出现在荧幕前的 他更多的 像是一个产品的外包装 对 杨建新其实更多的是 像这个电影里面的 一个灵魂 因为对于导演来说 他更多做的工作 应该是调度 应该是调度 去调配这些演员 他擦在荧幕前的 一些工作 他的一些行为 然后就是冯巩 他首先对于这些 角色的把握 是很到位的 因为我之前 就跟过一年的剧组 然后我跟的 也是西行厂 刚才咱们也聊了 就是我对这里面 情况还有一点了解 西行厂 他们做 就是影视作品 特别喜欢搓堆 就是你会发现 张嘉宜接的 大部分的戏 早期大部分的戏 应该说绝大部分戏 全是西行厂的 对 因为就是他们 就是兄弟 兄弟之间那种感情 他们这会儿 因为我之前跟那个组 跟了一年 他们做了大概三到四个电影 每次都是同一部人 包括摄像团队 包括音效 沟通成本低 对 沟通成本很低 因为他们之间 是有这种默契的 就是这种像性 已经被培养出来了 所以他们会造成 这种一加一 大约二的效果 这确实是缺一不可 所以一个是外包装 一个是内核 他能不能把这个 导演要求的戏 表达出来 导演说让你在这时候哭 不是所有人 到那儿就能哭的 就是你哭的表情 也有不一样的 他正好能跟导演 要求的那个感觉 这就很OK 是 而且就是 冯拱跟黄建新 包括跟牛振华 这个也算是一个 铁蚕鸟的组合 也是在过了2000年之后 就后来就 几乎没有再出现过了 这里边既包括 就是黄建新自己的 一个导演的路径的变化 那之后他还拍过一个 刚才也提到 比较有名的电影 就是求求你表扬我 这个是找的是王志文 王志文演的 跟陈豪演的 对 然后呢 这个牛振华本身 是在200几年的时候 04年 04年 就是车祸 酒驾 对 酒驾 直接他那个 他那个奔驰 怼卡车的 后头里边了 对 当场就死亡 比较遗憾 比较遗憾一个事 导致后来就是 这种 你说是铁三角也好 或者是冯拱 加黄建新 这样一个组合的电影 就再没有出现过 我觉得这个本身 也是一个 挺大的遗憾 对 但是反过来讲 其实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 插这个点 就在于说 在那之后 冯拱还有两部电影 本身是很值得一提的 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的 星级吃不了热豆腐 和2007年的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小品也调侃过 星级吃不了臭豆腐 热豆腐 还没臭 还没臭 然后这两部电影 本身它的特点就是 编剧导演 主演 全是风宫本人 这个我觉得 本管他好或者不好 那是不折不扣的 风宫作品 对 他就是风宫作品了 那个作品 他像什么呢 他还是像黄建新 是 对 从故事的选择 也是小说去改的 全是小说改变 然后包括人物的那种设定 包括他的那个生活环境 就是普通人 普通人碰上一个事 对 摊上个事 然后他怎么去解决 人物是善良的 然后也是有点小鸡贼的 但是呢 总体来说碰到的事 都是那种也不大 但是对他来说 又非常的糟心 到结尾呢 就是通常还是 电影还是一个好的结尾 对 电影才会好一点 因为我也是昨天版 那个星级吃不了肉豆腐 这个电影 我是第一次看嘛 对 他这个剧情 我觉得稍微讲一下 他本身 他这个戏是在 这个河北保定拍的 里边所有人都说保定话 就是那种切着拐弯的 跟天津那种切着拐弯 又不太一样 就特别怪 然后里边的这个 主角当然是逢拱 然后同时呢 有那个徐帆 刘兹 还有这对刘兹 然后他们演的 这个这么一个戏 然后呢 这个故事我就插一句 是不是特别像幸福时光 他想和一个女人结婚 横生出来 另外一个女人的麻烦 在解决她的过程当中 他和这个女人 有了新的故事 虽然那个 赵本山那个故事 其实是一个妇女情 对吧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爱情 但其实都讲的是小人物 通过某种 我很急 他其实为什么这个故事 叫吃不了热豆腐 就是他想和徐帆结婚 但是中间他碰见了一个事 就是说一个怀孕少女 怀孕少女 对 然后刘兹眼的 然后通过 其实简单是想帮助他 然后慢慢发现 其实徐帆这边不那么好 这个女孩这边挺好的 然后他还有一个 不是他儿子的儿子 整个这个戏 其实就是三个女人 跟一个儿子 他那个儿子挺糟心的 对 就是这三个女人 第一个是他的前妻 前妻就是一个 这叫什么呀 反正就专业给他戴绿帽 特别狠 一开始就是他 前妻是他们厂的厂花 然后就所有人都追求 但是有一个 有个叫野狼的流氓 查证他 然后谁都不敢惹 所有逢拱 纯粹是为了见义勇为 他帮助了这个厂花 然后就是保护了他 然后这个野狼 后来也被抓下来了 野狼是张晓彤 又是张嘉义 又演的 演一个坏人 后来厂花表现出很感动 说那咱们你娶了我吧 冯孔就收成若惊 我觉得我也没干嘛 既然你要嫁我 那我就收下了 结果新婚之夜 厂花来了一句说 我干了一件事 我被人强奸过 然后现在已经怀孕了 你现在后悔来得及 到的新婚业了 来得及 这表真是表中表 然后冯孔当然 他演一个好人 他名不叫刘好 这名起的 这卡直接发在名字里边了 那当然是全部原谅他咯 当然是原谅他咯 很安保的一个期间 前史 前史 然后就把这孩子给生了 生完之后 就当自己的养 结果过的时间 这个野狼从牢里放出来了 又发了财 那个长花 马上离了婚 跟着那个野狼跑了 跑了之后 冯孔带着一个 不是自己儿子的儿子 然后到处去相亲 然后就遇到了 刚才武之导说的 那两个姑娘 一个是徐三 演的一个非常的功利的 甚至势力的 有点浑的 那么一个大姐 对 而且他有一份的细节 就是 就是要开车 要开车了 对 第一次冯孔想睡他 没睡着 然后徐三说 我们俩的关系 还美到那个程度 还美到那个程度 挺好 然后冯孔就非常兴兴的 那就这么着 结果过了点时间 大姐观察了观察 觉得说 你挺好 你看你这个人 你有个房子 房子可以卖了 卖了钱可以给我 帮我开我自己的裁缝铺 第二个 你没儿子 因为冯孔一直在假装 那个儿子不是他的 是他妹妹的儿子 他撒了这么一个谎 第三个 你是个好人 说白了 就是好欺负 好欺负 好欺负 觉得可以了 既然我决定可以了 咱们该领证领证 但是在领证之前 咱们先试试 先试试 说你不想 冯孔说想 想什么 你是真傻 还是假傻 然后就开始脱衣服 这脱衣服 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就是他在脱衣服 然后露出内衣的时候 他的假发掉了 他之前一直戴这个假发 一个卷毛 对 卷发掉了 这个东西是电影的原创剧情 小说的是没有的 就非常能体现 他这个人物的性格 他怎么去包装自己 以及他一分一分 一寸一寸的 跟对方交换两个人的这种关系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 冯孔接了一个就是刘兹 那个怀孕少女的电话 然后就跑了 后来这个 这个徐三就很生气 然后呢就 那但是对他来讲 这是个交易嘛 那就接着谈 结果冯孔想了半天 因为他毕竟有个儿子 虽然儿子不管他叫爸爸 但是那怎么办呢 我这房也不能卖 儿子的事也是个人心病 后来就跟徐三说 要不然这个还是算了吧 我这房也卖不了 徐三一下就急了 脑袖成怒 脑袖成怒 就是我什么都让你看见了 假发都让你看见了 还有精神损失费 冯孔就说那你还得陪我呢 结果找了一帮兄弟 就是徐三找一帮兄弟 把冯孔家给砸了 但是一砸 他自己哭了 对就又体现这个人的 他整个精神世界的一个丰富性 两面性 两面性 徐三自己哭了 然后带着兄弟们走了 然后最后这个故事呢 在这个电影里 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就是最后他跟那个怀孕少女 两个人就是有钱人 终成眷属 然后就是骑着三轮就结婚了 他是个板爷 是个板爷 又多爷儿子 不是 那个就是流产了 就是那个就去医院打 因为他认识这个女的 就是公外孕 昏倒在路边 然后他就相当于他出钱 帮人把这个手术费给掏了 后来就是因为还不上钱 就两个人就一直有这种联络 后来就两个人就终成眷属 他整个讲这么一个故事 但这个我觉得本身 首先冯贡自编自导 自演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固然没法跟黄建新 那些作品 就是说相媲美 但至少我觉得 它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作品 对 你不会觉得说 首先这是一个喜剧演员 的一个导解处女作 导得一塌糊涂 或者是里边有很多 故事没讲清楚 都没有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对 而且他里边有一个让我觉得 也是一方面考虑的 他可能是电影市场的 人一个需要 一个就是说 或者说审查他们的一个需求 就是他对于结局的一个大的改变 因为他本身这个电影也是改变 作为一个叫胡学文的小说 叫婚姻穴位 对 然后这个小说本身 我也看了 他是大悲剧收场 但是大悲剧收场 最后冯谷这人就死了 对 就死了 对 因为在电影里边 他最后一个小插曲 就是他的前妻 跑回来找他 就是那个野狼 那场花 对 那场花 就野狼 又栽了 又被抓起来了 张嘉义 不是演警察 就被警察抓 然后就被抓起来了 然后他前妻又回来找他 有点想复合的意思 然后他就安慰性的抱了他一下 结果被 他的要结婚的 那未婚妻给撞见了 撞见之后 未婚妻就很生气 就跑 他就骑着把车追 咣当 被车给撞了 然后电影里是通过一个车祸 解决了所有矛盾 大家都原谅了他 都觉得他是好人 不容易 不容易 小说 这是电影里 而在小说里边 就正好是反过来的 正好是反过来的 就是说 因为小说里边 电影的时候 都有另外一条线 就是他的儿子 叫刘小好 刘小好 有一个 有一个同学 小学同学 他本身上小学 叫什么 叫李大嘴 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李大嘴 有个姐姐 那个姐姐反正是一个歌厅的小姐 坐台 这条线比较复杂 就不惜说了 然后在小说里边 是他这个姐姐 因为后来在家里边接客 被警察给抓了 抓了之后 又需要5000块钱 去把他捞出来 然后 因为他们家没有亲人了 他爷爷也死了 最后他就打电话给逢狗 然后说 听说你是个好人 听说你是个好人 对 你再帮帮我吧 然后冯拱二话不说 拿了钱 又去救人去了 救完之后 小姑娘一出来之后 也是一把抱住冯拱 就是见着亲人了 其实是那个意思 并没有任何男女之情 包括小说写到 冯拱抱着他的时候 像是抱着自己的女儿一样 就我也被这东西看见了 结果 剧情就是 在生气 跑 他来追 结果被车撞 撞完之后 在医院里昏迷了很多天 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 跟电影里一模一样的剧情 就是他跟自己这个 不是儿子的儿子说 你叫我一声爸爸吧 在电影里跟小说里 他儿子都是张口结舌了半天 最后没有叫出来 而在电影里边 他没有叫出来之后的剧情是 他们俩骑着板车去结婚了 而在小说里就是 冯拱 带着遗憾就死了 就死了 然后最后的结局是 这个小孩自己住在 他们家那个 很小的那个房间里边 而且他 他那个小说写法也很怪 小说用小孩的口吻 他是第一人称视角 小孩的视角来写的 对 就是我 我是那个小孩 他这样去 留好怎么怎么样 他就一直有点吐槽的一个口吻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从这段来讲的话 冯拱他 如果他之前是作为一个演员 他会挑导演 或者他会挑本子的话 那么在这个角度上 他作为一个导演和编剧 他有了自己独立的一个审美体系 就是说我还是习惯这样的悲喜剧 甚至这个悲喜剧的原著 真的是一个大悲剧收场 那我在改编的时候 无论是出于外界对我的要求 还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把它改成一个悲喜剧中 最后是以喜剧收场的 给大家一个看似光明的结尾 但是中间那些尴尬 就那些难受 还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电影还是一般会是喜剧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喜剧结尾的一个电影 但是就是怎么讲 就是这种主人公是好人的这种 因为我觉得是跟咱们之前聊那个相声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的受众群是不一样的 小说一定是有点文化的人才能看 这个是很确定的 所以它有很强的分辨能力和思考能力 给你一个悲剧的结尾 它会更有张力 是会让你思考 但是电影很多时候是娱乐像 你看的人不一定是什么人 如果是一个悲剧结尾会直观的影响 是那些思考能力偏弱的人会认为 活成你这样就是一个倒霉的结果 我一定不活成你这样 它实际真的电影是 电影这个东西是对人有影响的 因为很多人会去说 更文化跟艺术的电影 大家就很结果倒向 我只看最后那一下 如果最后那一下是一悲剧 前面的所有东西全是错的 对就是这样 因为我不想死 我不想以悲剧的结尾收场 那我肯定希望一个 那我就别活成他这样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好结尾 我会觉得活成他那样还 因为可能看电影的人 更多的是好人 他会觉得 我还是应该坚持做好人 我会有好的下场 他会给人这种心理的补偿 因为确实电影的受众群太大 而且就是文化层次会 层次不解 对就是门槛很低 你一般看完的不会太深的思考 会直接受到结尾的影响 所以一般我还是建议这种 好人作为主角的结尾是好的 有时候会大家会追求很艺术 有时候也是一种所谓的一种 不要正确 就是所谓的追求深度 对 有点恶意 对 刻意的刻意 对 如果你是真拍了一个特小众的 特小众的一个小众型电影 然后你是出去参展也好 那个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冯孔拍这个 明显是一个商业电影 给大众看 他给大众看 所以他一定要收好的结尾 也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悲戏剧 最后你都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把它变成悲剧 或者戏剧结尾 而且前面一点都不用动 对 那你如何选择 那就是一个问题 对 就看你选择 我觉得是跟文化载体有关 小说最好是相对悲一点 会更容易让人思考 你这样其实也解释了 就是他2007年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为什么也是这样一个改编 因为他小说也是悲剧收场 小说就是 他是演一个纺织场的一个工长 管着二百多个女工 中间发生各种事 比如说有女工怀孕了 他得关怀一下 就是一个好人 又不又是怀孕 然后他甚至去收拾一下 让他怀孕的 相当于是他们的厂里的官二代 对 然后再别人说 就是说他这个 有人要走后门 到他他卡住了 说我不拿自己当干部 谁拿我当干部 是吧 就是天津话电影 特别格 然后跟他搭戏的 因为牛正华已经不断了 他跟刘金森搭戏戏 刘金森演的也还不错 然后有点像接牛正华 对 是那个 看大镜是吧 看大镜 小品后来也带着他往上走 对 小胖子 大胖子 两个亿的工程 差一百块钱 对 那个戏 本身也是 本身他喜剧性是非常强的 里边甚至有很多 段子类的 甚至就一些 像是里边包袱 在里边 就是为了逗你笑 但他最后的结果 就是他因为得罪了各种领导 就被发配到 找堂子当副堂长 对 但是在这个电影的结束的时候 是安排 就他的这个 相当于是前女友 就是在里边 严谨儿演的 严谨儿这时候还没演武林卫传 对 还有点姿色 年轻还很嫩 还嫩 演武林卫传也很有姿色 现在也很有 女人中的女人 对 然后跑回告诉他 说你被我们的 女工们攻选为 对 一个什么领导 一个官 然后他特别高兴 皮疙皮疙的裹着浴巾就出去了 对 然后这是电影的结尾 但是在小说里边最后就是 他被妈成了 找堂子的一个 管保堂子的 这故事就结束了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符合 刚才你说的那个规律 对 就电影还是尽量喜剧一点 不过像《星期吃不了肉豆腐》 真的我觉得算 真是刚刚才你说的 就喜剧演员自编自导的里边 比较 就是相声演员自编自导 比较不错的 这个 确实情节比较完整 对 这个是很难得的 对 所以其实你说 所以现在如果有这两个作品压在这的话 我反而敢于给冯拱这个人 戴更高一点的帽子 因为他在这两个作品里边 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导演 一个电影人 一个电影人的一个综合的审美 和他的整个的表现能力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们最初对冯拱有印象 是因为他是一个说相声 给你印象 所以你会一直认为他是一个相声演员 但是其实他在后来 接触了那么多影视作品之后 他其实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这样 或者说如果一开始 我觉得分成几个阶段 一开始我没看过电影 觉得他就是一个曾经很多 后来不斗的现场演员 后来看这些电影 然后觉得是沃沃 因为这种反差 你会觉得鸭是影帝 想不到逢我这么能演 就好像说一个一个收响人 他唱歌唱得特别好 对 他有这种水平 所以你会给他加成 就好像我之前做过节目 他们居然是音乐创作人 金城武会写歌 这个就太牛逼了 就会让我 我能理解 就像范徐锦江老师会画画 画画一样 特别让人观目相看 这个北野武会画画 北野武是相声演员 这么简单的相声演员 所以他会加上一个反差光环 而现在你把这个反差光环 再拿到之后 你再去比较平视的 去看这个人 他有他的能力 他有他的才华 他有他的一个表达 包括有他自己 作为电影人的一个自觉性 对 这个很重要 他并不是说为了骗点什么 他是真的想拍一些 给大众看的 而且是能量很正 但又不是给你输出什么 又符合他自己人设 其实不是说纯说教类 对 他不是说教类 他是用生活告诉你 生活中的道理 他是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他这个东西 也一直融化在他的小品里 他这么多年春元演的小品 你看他演的一些角色 基本上和他电影里 就差不多 也是一个很热心肠的 那么一个好人 但是又有点小吃民心菜 平时跟大家 嘴上也不能 嘴上不吃亏 那真正到了关键时刻 还能拉人一把 对 真吃点亏 就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一直 这个设定一直贯穿在他 他可能也是属于 中国方法派表演的一个 这个领军人物 跟小乐汤 你也可以评击 这个评价太高了 这个评价太高了 小乐汤就是钢铁侠 就是一个老好人 他就是在生活里 我们其实都可以说 是个烂好人 对 烂好人 这么一个形象 而且就是 咱们如果光说演小人物 这件事上 那比如说 能演小人物的 咱们也捋过 比如他能演 你为什么他能演 葛优其实是能演的 卡拉小狗 葛优能演 演的非常好 凉天 凉天 比如陈道明 其实是能演的 陈道明什么都能演 但是他后来 他也不演了 他不演小人物 陈道明厉害是 任何都能演 他是 就是挺厉害的一个 再比如说 现在接班人 好像范伟 对 现在基本上算是接了 就从时间线上来讲 相当于是接了 冯拱的班了 对 变成一个小人物专业户了 但是这里边 当了导演的 拍的还行呢 那也就冯拱 对 外面赵本山 赵本山也小人物 其实也演的很好 幸福时光 还有乐意归根 对 所以我觉得 今天聊这个冯拱 本身 我自己觉得 是有他的一个立足点 和成绩之处的 对 而不光是说 他演了一些不错的电影而已 让我们在那儿愣夸一顿 对 他也没给钱是吧 对 2007年 变他自己不当干部 这个就相当于 他电影这块的一个 相当于是最后一个作品了 那之后 到现在10年了 大哥也没动静了 然后其实我的 本能判断是大哥 就可能现在 专心的去担官了 因为他的确是个官 而且年纪 年纪到了 今天整60 因为说后来两部 虽然还不错 但是真的跟他 奉花争磨的时候 还是比不了 我觉得就是他 对于他自己 在年轻时候 做的这些事的 一种理解的一个折射 深度和广度 其实都不够 但是他以他的能力完成了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会有感觉 就是这样的片子 我看的时候 本能第一反应 说也没那么好 但过了几年一想 这样电影都没有了 对 没人再拍这种电影 你看冯拱 你从现在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就是最新这些年 他的小品 你能明显感觉到 他的那种表演方式 并没有变化 但是他整个人的力气在剪 对 就是内容也在剪 他的那种表演方式 是需要劲的 他是要不停的去表达 去说 然后去展示 但是他现在 由于年纪的 年纪 你再看他现在的小品里边 他也想往上顶 但他没有那种力量 没有那种气力了 所以他也要面临一个转型 我觉得也好 见好就收 因为他真的是岁数 我觉得人不可能 一直是那样 但他其实也 并没有真的收 2007年之后 再看他就两条线 一条春碗的线 就不说了 春碗的线 然后另外一条 不许赏那是政治任务 另外 大阴幕也得上 只不过他也是政治任务 就是建国大业 建能委业 建军大业 是吧 这三部曲 他都有出演 因为这里边的导演 都有黄建新 都是黄建新 他演的曾爷爷还可以 冯合章 对 他微妙微笑 跟亲的事 那不就是吗 他就是亲的事 可以对比较照片 其实还真的一样 一模一样 特别像 他年纪也脱离他塑造角色 这是最关键 他一般塑造角色 还是那种 就是30左右 然后就是有工作经验 但是你说 在一个体系里 又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 很不重要的人物 他就是基层 基层人物 然后他年纪也很关键 你看他这些影视作品 包括他在相声 跟小品里面出演的 这些角色 没有岁数太大 对 就最近就两年 他演那个老头 他又演了 但是后来很快又回来了 对 我现在就要说这事 就是他演老头 你会发现他演的 好像没有那么厉害 对 他演年轻人那么厉害 对 他就是很类型了 对 他没法再去转变了 所以我觉得 他就好像赵本上 只能演老头 对 他三岁就演老头了 一直演老头 对 我觉得他 之前演老太太呢 对 也演老太太 因为是他这一代人 现在还没有真的变成老头 对 你想想看 当时我们看玩主的时候 那时候梁天 葛优 张国立 风华正茂 那现在你让他们演老头 还没有到那时候 还是终生 他还没有真正到老头那阶段 其实他们也在变 因为梁天现在很少在演小人物了 对 很多时候是在演 年轻人偷鸡刀把成功的企业 黑老大 对 现在市场是不是还需要受众 因为现在拍电影 可能不像十几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这也是很关键的问题 现在的话 因为我也看了看 冯广现在在干嘛 发现两部戏 一部是2016年的一个电视剧 本身是38集 叫生活有点甜 这个戏是什么戏呢 他就是那个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就是同一个剧本 只不过他 拍了电影联剧了 肯定加了好多东西 像一个电影 变成38集联剧 而且是短片小说改编的 然后我还看了一集 冯广又真是 一出来就是一老头 是吧 对 感觉就是 虽然不像六十的 但肯定过五十了 但是他演那个人 演那个人 那个岁数是 应该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以及他里边也出现了 相当于严妮那个角色 他的前女友 一看就是一个 三十岁左右的 跟他就 差着隔着倍呢 对于前女友 就是稍微有点勉强啊 就是这个岁数来讲的话 但是这个整个那个戏 因为我虽然本身不是 这个电视剧的受众 但是觉得那个戏本身 他那个张力还是在的 对 如果是比如说 我爸妈那辈人 看这个戏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他还在 通过这戏来表达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戏的导演是谁呢 杨亚洲 贺杨亚洲 他儿子 对 叫杨博 90年代 其实还拍过一个电视系列 系列剧叫 其实男人最辛苦 对 有那么一个 他里面就是 曾经大家去查资料 会发现 其实他里面有几集 被单猪截出来 又伪装的电影 重新发行过 就比如说 他有一个故事是讲 那个什么圆怨 你知道的 然后说什么 我现在大款 然后我现在没有女人对我真心 然后顾冯孔说 这样吧 你假装是个倒老板 然后你征婚 我给你当司机 我看过那个 就在看过这个吧 远远 圆头远脑的那哥们 对 然后就是这样的 那也是反映一个实在的心态 也是一样 冯孔就嘴上是特别不饶人 人是个小人物 特别穷 然后基本上也都没什么本事 就这个状态 然后人家干嘛干嘛 但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 还是个好人 是个坚守 你知道你竟然骗人不太对 但是给钱 给钱也干嘛 他就是比较擅长演这种人物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2018年明年会有一个电影 叫幸福马上来 是个电影了 然后编剧导演 主演凤孔 然后里边也有很多的 这个老朋友 包括两天什么都在里边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戏 我个人是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也不敢抱太高气 别高 我觉得别抱太高气 毕竟隔了十来年 因为我觉得刚才丹塔说 那个是 就是他现在已经没有 那种生活了 我觉得他去回演一些 比如我演一个九十年代的事 我觉得还 因为我不知道 你说的那个新皮的事 什么年代的 如果说是时代剧 就是201617年的事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难度 如果他要演九十年代的事 回归到那个时代 他去演一个老人 我觉得还OK 因为就是 有时候你会发现 创作的时候 你需要接地气 他在人设 能不能保持 朋友很难说 你有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时代 也是大潮 对吧 这个时代 谁能去反映这个时代 对 这是我一直 真的 你这个时代事 没人敢反映 没有 因为这个套路 说是冯狗可以演一些 他自己什么当团长 什么正邪的事 多期待 你说这个事 我跟好多人聊过 就是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年 我们这个岁数 八年后 咱们这年代 可能是70年代末 80年代初人 现在正在经历 这个年代 其实也是一很尴尬 但是没有人去表现 不是说的 说什么 有什么正是错误 什么 就表演一下成功学 在企业里边的状态 表现一下 我们加班996 表现一下 我们乙方对甲方 但是没有了 包括你 对更年轻的一代 他们已经成为 主义消费群体的时候 你们这一代 你怎么去跟他们 怎么去 这个两时代 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就在于 其实它都处在 一个巨大变革之中 那个时候 感觉刚开放 大家所有东西 都是新的 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 是不是要坚持 我们应该坚持什么 什么东西 是我们值得坚持 大家是一种迷惘 现在整个 网络时代 一过来以后 然后这个社会又变了 每个人生活方式 也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每个人 见面 大家都拿着手机 对 然后所有人 这不是手机 这是手雷 然后时间就被 就被打得特别碎 然后这个现状 其实我们 其实是在节目里 当然会聊了 但是也是作品 对我跟你说 我大概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 每一代人 其实他们的 基本经历是类似的 就好像 我经常跟人聊 就说 咱们可能再往前倒几年 说90后的时候 是觉得一群 不靠谱的人 是把弄 什么那种头发 我还赶上 你们80后 爱骂 对 就像说这样 其实70后 骂过80后 你们80后 就是90后的时候 那会儿 前几年90后 都是什么春歌那种 藏爱家族 对 藏爱家族 你会觉得特别傻 可是你去回想 我们80后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干嘛 过不成头 天天的有人逮你 对吧 然后70后 或者60后 觉得你过不成头 就是拐 其实人的本性 是没变 但变的是什么 是所有的生活细节 现在是变成了 弄手机 变成了加班996 买皮肤 对 买皮肤 变成了这些 而没有人去表现 这些细节了 这些细节 因为没有人有生活了 我问过一些编剧朋友 因为他们的 就没上过报 这是一个特关键的问题 你看看 像刚才那个 李老师讲风光 上来人是 先是厂子里上过班的 对 这个很关键 他是有生活积累的 才能写出这个 对 现在我们会发现 编剧没有 没有编剧上过什么班 所以他没法体会 这种 在公司里边的这种 我说一个观察点 就是现在有很多 影视剧作品当中 我经常跟朋友说 他们会过分夸大 表兄妹之间的关系 表兄妹是什么 就是说 特别特别亲 表兄妹 唐兄妹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都是亲兄妹 就是你需要在故事当中 去展现这个同龄人之间 亲戚间那种关系 但现在大家知道 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这代人是没有 没有亲兄妹 可是你的故事里面 需要这样的人物出现 然后你需要表兄妹 所以你就只能说 比如表兄妹 特别亲 老是到家来玩 所以才会有吐槽 和那种共同对话的空间 但实际我们生活中 表兄妹好像不是那么亲 对越来越不这样 而且很多影视 很多这种桥段 就比如说 你的一个妹妹 去到国外了 过多年 回来以后 你们俩那种热情 见面之后 那种相互拥抱 包括很多电视剧 强行设定说 什么你大一 多少年前出国了 所以你表妹在家 一起住着 她只能这样 你们俩特别亲 就这种 这故事离我们生活 太遥远了 对啊 她就为了创作 不太方便 对 她就为了创作 方便之后 因为她没有特别 贴地气的生活了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代 就是家人女 就为了凑那三个人 她强行 还得离婚 还得什么的 特别被那个戏剧下过 因为我听说 好像是类似于 就是第五代导演 他们还是第四代 我记不清了 就是说 刚恢复高考吧 应该是让他们 去考电影学院 那个是第五代吧 第五代 就是说他们到那块 就是直接就是面试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讲出 特牛逼的故事 因为他们真的 经历了那么多生活 这个是特关键的 大部分人三十来岁 对对对 是这样 但现在可能 我们的很多创作团体 是真的 现在很多创作团体 已经下沉到90后了 但现在就是 意识形态特别重 就只有意识 故事长 没有细节 就说这没细节 像我刚才说 那个编辑朋友特厉害 就说炒方便面那个 我觉得这设定非常棒 包括说恋爱 我老给他们讲这个 就是你失恋了 应该做什么细节 去不停的看 前男友的微博 但现在应该没有戏 去展现这个 真的就是 我跟那个编剧 去聊这个事的时候 他说 你是不是偷窥了我的生活 我说不是我偷窥 你每个人都这样 光心有 对 你不停的看前男友 或者前女友的微博 然后你去看 谁跟他新关注了 对吧 然后最后 你会形成一个 来一个时间轴 对 你会形成病 然后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生活 我最后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把微博删了 两年没用 然后所有能够推荐 我微博的那个浏览器 全卸载 就 但是这种戏 不会有人写出来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生活 前几天有过这么一个话 但这个话呢 这些年可能有变化 说就是电视剧 是一群 二十多岁 三十岁的人 写给五六十岁的人 对 是这样 电影是五六十岁的人 写给十几岁的人看 特别更大 所以让我们给大家看 你们那个 没解决过心问题 你们说这些情节 都不能挣钱 不能给我来一个 一锤定音的 比如谁来了 这票房能到多少 说会能到多少 这个是他们朋友的 对 所以现在问题就变成了 就是说 没生活的 去做编剧这个行业 然后有生活的人 不让你住这个行 因为就像我之前说 我们去跟组 他们每个组 都有固定搭配 不光是这个 有圈的 跟导演 他们是朋友圈 就是这个 影视行业是纯朋友圈 连灯光 舞美 全是 演员导演 很多行业都是 就干的很朱彩的 往往他还不是这个行业 比如我们在座的 咱们现在就是 你容忍不进去 比如咱们几个 传一本 你放心 肯定没人投 这是百分之百的 他们都先论资历 然后论资牌 不说你那本写的好不好 人家先说 你有什么资历 你爹是谁 你妈是谁 或者你们家 有没有人在这从业 你说我能找到 吴亦凡来演 谁你找不来了 你想他们愣想 把我打包什么 讲一丝和人晃高级 就这结果吗 其实 他没好自说 原来如此 我还有一个思考 在录音之前 我跟吴志尔也聊过 正好咱们现场 有四位影视圈的人士 就是关于文学电影 这个概念 这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因为咱们今天提到的 冯拱的所有的作品 全是有文学援助的 而且作者本身的作品 我认为都算是优秀作品 而且我也都看了一遍 道理是说 现在的影视 不再去从这种传统文学 或者优秀文学里边 去汲取养分 还是说现在的文学创作 本身出了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点 有没有什么 自己的想法 就是养分没补充上来 之前那一代有创作的人 因为他创作必须要有经历 尤其像小说这种 就是形式 因为包括你刚才也说了 很多小说是要有内心独白的 那么他必须要有很强烈的 这种生活体验 就很丰富 他才能塑造出这个作品 说白了 作者必须得比这故事大 你没这故事大 谁看你 对吧 你得比那个坏人还坏 你得比好人还好 包括你写不出来的感受 现在的人很缺乏就是生活 现在人可能更多去笨 就是这种生活资料 对我明白你说 其实之前我跟金花去年 咱们做周德东业局 其实也探讨过这个 就是可能咱们啊 就在座咱们这些人 已经不是这个市场的主义消费群体 当然不是 你不是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可能从 包括从剧本创作文学创作 小说这个创作时候 人际可能你这就不是主力军了 我选材可能也不会从这块了 现在就是玄幻这类什么 漫画改编 或者说你硬说那个是文学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现在其实更被提的更多的词 是IP 因为IP不吃力 就文学作品会让读者吃力 有吃力感 留纪于年轻人 就像刚才艾文说的 咱们已经不是主力群体了 年轻人是主力群体 那不就是那句话吗 有什么样的观众 就有什么样的作品 是这意思吗 就是说最后会变成结果导向 就是我做什么能挣钱 我会做什么 因为像之前那些冯孔老师的作品 包括黄老师的作品 他们让现在年轻人看 是有吃力感的 这是一定的 就是哪怕你把那个细节 搬到改成现在的细节 再去拍一个戏 他们看也会有吃力感 因为他们不太注意关注生活了 他们现在更多注意的是感官刺激 而且本身生活也变样了 对啊 对啊 那样的生活 他们没有接触过 他们没有共鸣 你就把现在细节改成现在也够呛 这个 而且以前是怎么说 以前是媒体来选择观众 现在应该是观众来选择这些媒体 对 我觉得核心问题是网络闹的 就是网络这个东西有好有坏 我现在离不开网 但我并不能说网全是好的 网络的 再加上成功学 加上这个爸爸呢 就是 对吧 你想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真周末那期 我觉得讨论的还算比较深入了 就是 钱 你一定最后是赚钱 但你不得不说 逢孔拍那些也是赚钱 对吧 他有些片子也进入什么全国十大票房 他也进 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网络呢 你赚钱的方式就是拍一个好作品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写一个小说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你的小说挣不了多少钱 是卖给游戏公司 游戏是最正确的 这是最后的 现在游戏也不是最赚钱 现在直播最赚钱 对 真是一个道理 因为我跟人聊过这个问题 直播赚钱 包括就是现在整个娱乐圈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 演员为什么不好好演戏了 演员在演自己 演员的 这帮演员 现在你说那些不好演戏的演员 不管是小鲜肉也好 还是打美女也好 都是好演员 但他们不在演戏 他们在演生活 因为大家已经不想看 戏里边发生什么了 我要看你的生活发生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大V 对吧 一人过生日 一群人跪拜的这种 大家那么心潮澎湃 因为他们在看演员的生活 演员给我们从微博上也好 从新闻上也好 看到的生活是真的吗 可能不是 是他们在演这个 所以他们是好演员 最后就是都是卖人设 所以我就只有观察 就是什么 因为这些演员 他们在对抗另外一个什么群体 就是这些直播的网红群体 对 没错 在拼脸 就是这样 他在对抗直播 然后 让去KTV玩 现在水平线都在下降 因为都直播去了 就是金花说 因为现在网络时代 大家永久投票 其实电视行业跟音乐行业 是这方面是一样的 以前音乐行业就是唱片公司说了算 我包装谁 谁就能火 现在不行 看我的推广能力 现在就是说 我不需要上面公司了 所有东西反正来了 全都是逢下是上的 你说也太对了 就是之前我就发现 那个Billboard 它是一个 就这个历史很悠久 对 你像现在为什么Billboard 很多是Drake这种人的歌 很多是这种歌 因为现在大家网络投票 看颜色 对啊 网络投票的话 那么投票的人 就什么层次人都有 对 我们之前就是 我之前特别敬佩一个老师 就是花露水老师 就是如果看公众号的 应该都认识那个六神 蕾蕾 我特别 就是 就是有 他说了一段话 我觉得特别有同感 就是说 我们挣钱 一定要挣牛逼人的钱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挣他钱同时 要让他保持一个牛逼的姿态 他必须要文化 他能去理解你东西的优质 但是现在有了网络 大家去挣闪逼的钱 常委 你挣 对 人家在广告里去聊我 你想挣这些人的钱 就你得让他一直变成傻逼 对 你的内容不能做好了 他有一天觉醒了 你不能把他变聪明了 对 他变聪明 他不悬你产品了 对啊 所以就导致这种情况 知道吗 我突然觉得 好莱坞的这个 吉他厂商非常有良心 因为我前一段 在帮着那个 一个好莱坞片子 在做一些推广 就是他们 就开始 我刚接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都非常匪夷 一个就是 反正现在正在上映的 一个片子 讲的那人性 那那个国际主义精神 都特别的高 高超啊 不是顿和克 我先说一下 不是顿和克 是那个夸物种的 夸物种的 夸物种 非让我们下沉 三刀六线城市推广 然后让我们戴上 那个头套挑社会摇 你知道吗 什么色 一人我饮酒醉 全公司都会 我也会 就是 那时候我觉得疯了吧你 你这么一个大的科幻IP 然后不提科幻 非提战争 然后你下沉三刀六线城市 你是不是有病 他们怎么可能 他们的钱怎么会好拉 他们就爱看那堆 那个就是大美女 或者什么 人家为什么看你毛那么多 对啊 但是你现在 现在票房还不错 我突然觉得 他们特别有道德 特别有良心 他们在培养三到六千人的审美 真没准 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 就是外国厂商会有一种什么 就是我要打十年 就我十年之后的利润是什么 对战略非常重 他跟咱们这个财年 划算方式不一样 他们等到十年是一个财年 你看冰心金刚就很明显 冰心金刚就是在套我们80号 就这拨人的钱 你想他把这些东西 长期的让三到六千成 我就用快手 用社会谣的方式 让你知道了 让你去电视院看了 你慢慢就会体会到了 然后你的审美可能就会起来 什么叫好东西 对会有这样 所以对未来还可以抱以心心 我有一个观察角度 就是说 其实就跟刚才聊过的 就是其实为什么当年 有那么一个爆发期之后 迅速的向上干不过小品 是因为小品带情境 小品直接让你接受 这个人物的形象 设定情境 而相声要讲很久 我觉得现在就是 它是一个什么过渡呢 以前咱们看 我们最 比如唱歌比赛 以前是清歌赛 大家上来是没人设的 直接唱歌 谁唱的好就行 现在是上来讲故事 但你看 所有的娱乐节目 它都是从一个草根化 首先它是卖真实 这个真实是一个相对的 你贩卖这个人 从小怎么样 现在慢慢把这个真实点 挪到明星上 就于是出现了什么 我是歌手这样的 就是一样卖人设 一样讲故事 其实我觉得大众 对于故事 这个东西本身 是有一种渴求的 他们是非常需要 启程转合 需要翻转 这些东西 对你的生理 实际上是有一种 非常强烈的一种刺激 那么我之前做 我可能比如说 我把一个素人 或者一个故事 我告诉你 首先他们已经说 我们不直接编一个故事了 你是觉得假的吗 然后就进入到 比如超女这个时代 就是说我是普通人 身上带人设 带性格带什么 现在我直接取用 你们已经认识的一些人 不管这个人 是已经很久没出代的 电影明星 歌手 还是刚刚进来的人 我搭一个台子 包括导师们 各自有剧本 大家非常迅速的 接受这样一个东西 我就开始看戏了 你看这个东西 就慢慢一点一点 从编的故事 到普通人 到自带人设的这些明星 大家还是在看假东西 但我们本能会觉得说 这个不是假的 他们肯定私下有矛盾 对 我觉得你说的 就是因为带入快 就是碎片化时间 非常迅速的 我进入的环境当中 还有一个 就是人对文化作品 或者文艺作品 肯定是有追求的 但是在作品到一个层级 它进入一个瓶颈以后 大家会因为欲望 会转移一些视线 比如为什么专人秀 为什么看直播 就是亏思玉 那么为什么最开始 从素人编故事 到现在明星的故事 是因为亏思玉的膨胀 就是我不满足于了解 普通人的故事了 我要了解明星 平时都在干什么 其实你觉得好看的东西 依然还是可能是个文艺作品 对 它就是有文学性 比如说你说像爸哪 这种东西 对吧 讲孩子们教育 那因为这是他孩子 所以你也会想说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某一部分可能是真实的 这个真实很刺激你 比我们可能 比如说编一个 一个多小时的故事 我如何让你进入环境 如何通过这个明星 通过这个演员 长得像这个角色 我一点一点 像冯宏老师这样 就是说他是天然的 自带一些天赋 能够让你相信这个人 那还有的不带呢 那现在我直接告诉你 冯宏本人 可能生活中 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看 大家就想看这个 对 包括他甚至出现 让明星假装谈恋爱 是吧 潘美波跟吴欣那个节目 就让两个明星 去演一对情侣 然后一定要表演出 假些真作 让他觉得这个是真的 还在微博上会互动 要互动 所以我在思考 就是咱们跟今天聊 这几部老的电影 都是20年前的 是吧 那如果再过20年后 咱们会对今天这些综艺 再去这么去 去发散 去聊 也没转 也没转 是吧 也没转 就是这个时代 还会留下什么 我觉得当那时候 就真像金开软了 楚门世界了 到时候 每个人都是一出戏 大家直接在现场 威尔女友 听话 挺好 我觉得也别那么悲观 这个东西螺旋上升 大家看明星 也有看够的时候 这个是真的 因为那个就是 来开个车吧 我朋友 来 我朋友在美国 说现在美国的色情业 特别不景气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太多素人 素人直接上传网站 自己来了 但是后来 他们圈里的人就说 说的不用担心 过不了十年就会过去 因为所有素人是 没有灯光 没有颜值 都达不到 因为大家要亏私欲 就要满足他这个欲望 但当你亏够了私欲 你发现一个漂亮姑娘都没有 因为漂亮的那些姑娘 她都是 特广角镜头拍摄 他们还会回来的 他们一定会回来 等待就可以 但是另外一点是什么 他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提升自己 比如说 我需要优质内容 我VR的诞生 就是要介入这个 这VR第一步 就一定是色情业 它还要提升这些东西 或者我要去培养新人 人家也很专业 包括说 他们说想上太空 什么的这种 他们在提升 的确是因为每一个行业 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然后它其实都会 自己给自己弄门槛 限制 它会提升门槛 因为现在 因为网络世界刚来 所以现在门槛没有起来 但是过一些年 自然会有一些门槛 很多时候门槛 就会区分所谓专业与业与了 对 会这样 到那个时候 你就比如你说那魁斯玉 那你可以真的拿VR 去拍魁斯玉 或者我们真正去拍一个 魁斯玉的魁斯玉 这个东西 我的那种精致冲 你就比不了我了 对吧 所以所谓专业人士 他还是会做出一些专业东西 带给大家那种 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你的意思 咱们应该收费 中门槛 可能需要等待一段 我觉得我们这门槛 也可能就是跟那VR结合 就一边听 人就在你面前 啪啪啪 头水都喷你脸上 4D电影 4D的 不过真的不得不说 其实现在像咱们这种广播节目 也还算越来越受大家的接受 其实你会发现 之前很多人会跟我们说 这个东西不靠谱 因为关键原因 谁听你一个小时说话 我们都是碎片化时间 我们要来那三分钟的 你必须是一分钟进入场景 第二分钟出包 第三分钟结束 这才有用 但你会发现 现在我们聊的 我们开始聊是半个小时 包括咱们之前不也接触了一些 就是所谓的一些老板吗 你说你们多少时间 一个小时 谁听啊 他们还会有那种关心认知 像我们开始半个小时 后来不停的有人说 你们能不能加长 现在我们也长的 也能游到一个小时多 大家玩波率还是很高 咱们聊风贡 我聊三小时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市场会从另一个角度 慢慢又有变化 是的 大家不是真的就永远的碎片化时间了 我碎片化够了的时候 我会发现 我碎片化的一堆东西没体系 然后没意思 没内容 就是听了个热闹 他们就开始会追求别的东西了 我举个例子 就是咱们刚才也讲到这个文学电影 就是那个心急吃饱热豆腐 本身这个小说原著叫胡小文 还有另外一个作品 叫奔跑的月光 后来改变成电影 叫一个勺子 这是这两年非常难得的 一个这种类型的电影了 然后在一个勺子里边演勺子的那个人 那个演员 叫金世佳 他演过爱情公寓一 包括那个小S的那个 吃吃爱 他演男一号 小S的男朋友 哭着喊着要上日常公园 他是我们的粉丝 特别喜欢那节目 我都惊了 我说怎么可能 就是说影视演员给我的印象 说实话 我可能带点 稍微带点有色眼镜 我觉得跟音乐人还不一样 当然音乐人里边也有唱那种大流行的 但是我比方是能够上日常公园的 这个嘉宾 比方是张伟也好 对 或者是这个之前那些什么 金库伟也好 张强 对 后悔点是他本身创作型的艺人 我觉得跟我们大家是合拍的 演员 去日常公园 你就说就这些人都穷 对 有钱 对 有名气 有流量 演员怎么会跳个节目呢 我们也 其实那些想演戏的人 他们也想去转变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 现在看起来好像电影市场 没有说之前那么优秀 但实际在下边有一层暗流 这个早晚会有一天去迸发出来的 我还是比较乐观 你看 这个电影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尾 真好 行 那我们今天说是老逢拱 其实聊的是大时代 这个非常好 然后最后再给大家放首歌 刚才也提到 这个电影叫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里边有一首歌 就在这首歌里边结束了一期的节目 这个咱们也两个 两个公园 两个公园 大家就互相感谢一下 共赏两期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节目 对 而且我们到时候也会同步播放 对 大家打开任何的 这个公园也好 那公园也好 听的都是同样的节目 两边听众可能觉得亏了 亏了 你可以拿两个手机 也有各换 我觉得还是得跟听众说一下 听完这边那边也得听 要不然流量一下 对对对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做成那个单声道 是吧 我们这边左声道 你们这边右声道 你要是不一块听的话 你听不完整 要不然减成四期吧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技术门槛 我告诉你 对 然后在前面建议一下 我们那两边的听众 大家要互斐一下 对对对 对 就是什么订阅 赶紧去订 月公园 日盘公园 都是公园 都是公园 好嘞 好 那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东山咱就得奔上家 东山咱就得奔上家 航海咱不能老站在海边 做人就得跟着实事啊 哪能像年年转红转圈啊 放风筝 放风筝 咱就是那风筝线啊 马路上咱就是那扑路的庄 二踢脚 二踢脚 咱就是那点火的鸟儿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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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呀 河水 咱就是那暖平山 咱怎么办哪儿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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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明天付出一只公鸡 abile掌 咱就叫两个家